欢迎出席今天的例行记者会 下面请大家开始提问 香港回归祖国以来 充分发挥自身依托大陆 面向全球的独特优势 其国际金融 航运和贸易中心地位 更加巩固 一直是世界上最自由 最开放 最繁荣 最具活力的地区之一 在今年美机构发布的 经济自由度指数中 香港排名全球第二 一段时间以来 反中乱港势力频频在香港 进行大规模违法犯罪暴力活动 大肆打砸抢烧 严重破坏香港社会秩序 严重损害香港居民的生命 财产安全 严重影响各国企业在港正常运营 香港国安法的颁布实施 将为一国两制行稳致援 提供更加强大的制度保障 将有利于维护香港长治久安 和长期繁荣稳定 有利于更好的维护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自由权利 有利于保障各国投资者 在港的合法权益 展望未来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 不断释放强大的经济活力 随着香港同祖国大陆 与世界各国联系合作更取紧密 香港的明天一定会更好 各国在港企业 必将迎来更加光明的发展前景 我们欢迎包括美国企业在内的 世界各国企业 继续在香港运营发展 祝愿他们取得更大成功 也希望美国工商界 同全世界所有支持香港 发展繁荣的人士一道努力 使香港这颗东方之珠 更加璀璨夺目 请不吝点赞订阅